飞溅的雪花 高超的技术 可是怎么滑雪者都不怕冷 穿着夏天的比基尼清凉装上阵呢 原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 是美国加州地区 从去年开始大面积降雪所带来的结果 还没有融化的积雪 让滑雪爱好者可以在7月份的夏天 甩掉厚重的滑雪服 清凉地享受这项冬季运动 充足的积雪量让加州的滑雪胜地 第一次对外开放到8月份 让炎热的夏天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够消暑 在滑雪覆盖的高山滑雪 也是一项超现实又难得的体验哦